台北市内湖区的达人女中创校47年 如今宣布从8月开始就会招收男生 这块女中校牌也将走入历史 下课时间女同学走出教室 准备要打扫校园 但未来就将招收50名的国中男学生 将采男女混班 同时也将改名私立达人高级中学 他们的学生招收女生 可能现在大家都少指化了 对不对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说然后学校也可以做一个正常的 走入正常的轨道 因为大概是学生不够吧 私校还是狗力也是招不到学生 校方表示国中部招收男生 并非单纯少指化 从10年前就已经有规划了 也将再设立南侧 另外篮球场等运动空间也会再增设 至于宿舍是否有变动 校方并未透露 目前只针对国中部招收男生 高中部是否跟进招生 还要再评估 另外也未公开说明 国中男生是否可以直升高中部 一样在内胡须的文德女中 日前才申布8月就要停招 另外像是进修女中和崇光女中 一样在2019 2020年都增收男生 目前双北纯女中只剩下私立的 金欧 卫里 盛兴 金陵四所 公立只剩下北一女等三所 金欧原本在2016年说要招收男生 则临时喊咖 至于双北纯男校只剩下建中 成功高中和私立的徐汇中学 这三所也是全台剩下的唯一 三所纯男生高中 根据教育部统计 目前全台招收单一姓名的国中 剩下11所 而高中职只剩下21所 级别新闻 吴志伟曹生人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